不久之后,宫中果然来了人,把五妹娘打扮了一番,用小叫悄悄地把她接回了皇宫。 在正宫,王皇后笑脸相迎,五妹娘急忙跪下行礼,臣妾叩见皇后娘娘。 王皇后连忙还礼,嘘寒问暖,起来起来,姐姐在寺里受委屈了,皇上早先并没有对哀家提到过姐姐, 要不哀家呀,早就要劝皇上接你进宫了,就不会让姐姐受这么多苦了。 五妹娘连忙谢道,臣妾劳动娘娘心神,不胜赶快,娘娘的大恩大德,臣妾永生难忘。 说着,五妹娘又拜见了魏国妇人柳氏,柳氏呢,一言不发,面容冷漠, 因为她根本打心眼里就瞧不起这个仙皇的侍女。 王皇后见此,立即打破了尴尬,说道, 哎,姐姐不必拘礼,今后与姐妹相处,有姐姐陪伴啊, 哀家就多个说知心话的人了。 五妹娘感动的说道, 臣妾甘愿伺候娘娘左右,抱笑娘娘的大恩大德。 王皇后扶起五妹娘亲热地说道, 哀家已经替姐姐安排好了, 于是被令侍妾送五妹娘到左房去歇息。 当高宗得知五妹娘已经被接到正宫的消息之后, 便急匆匆地前往正宫。 五妹娘与高宗相聚之后, 恩爱有加,高宗喜不自胜, 每天下了潮,高宗立刻就会回到正宫, 但是五妹娘却力劝皇上要多加礼遇皇后, 不要再到她这里来。 皇后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满意, 就在高宗面前多次称赞五妹娘, 并且还劝高宗给五妹娘一个名分, 以此来笼络五妹娘, 让萧淑妃做冷板凳。 这个时候的萧淑妃啊, 其实已经坐了一段时间的冷板凳了, 现在她有些坐不住了。 有时萧淑妃见到了皇后, 见她以不像往日那样酸溜溜和愤怒的样子, 而是一副得意满足的神情, 对自己一脸的嘲弄和蔑视, 她十分的不解。 后来呢,经过打听, 萧淑妃这才知道, 皇后把一个叫五妹娘的尼姑接进了正宫, 而且同自己一样有了身孕。 怪不得皇上每晚都会留宿在正宫, 原来皇后找了个人合伙整我呀。 萧淑妃要看看这个五妹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五妹模样, 于是便决定到正宫去看个究竟。 皇后听到萧淑妃来了, 便也想看看她落魄失魂的样子。 五妹娘入宫之后, 已见知后妃争宠之究竟, 也知道了自己在其中的用处。 她是偏向皇后的, 因为如果不是皇后, 她是进不了皇宫的。 但是她还没弄清楚萧淑妃这个人, 暂时还不想贸然的触犯她。 王皇后出外迎接萧淑妃, 就用以前萧淑妃对她说过的话讥笑道, 哎呀, 什么份儿把淑妃吹来了, 在家坐不住了吧, 如果淑妃记挂皇上何须亲自来呢, 哀家会给皇上说的。 淑妃冷冷一笑, 说道, 臣妃今天特意来看娘娘, 听说娘娘从尼瓜里找了个女人来, 我想看看是只凤凰还是只野鸡呢。 这时, 五妹娘舔着个肚子走了出来, 她知道此时是免不了一场交锋了, 从这个女人的嘴里, 她便知道了其阴毒厉害, 但是她身份低, 便隐忍着羞耻先施礼道, 妾拜见淑妃。 萧淑妃打量了她片刻, 并不打理, 哈哈大笑的说, 哦, 果然奇整, 怪不得能让皇上入迷, 专门从尼瓜里捡回来呢。 又说, 瞧你这样恭敬有礼, 本妃怎么受得起呀? 五妹娘不软不硬地说道, 知礼乃人道, 非礼乃禽兽之道儿。 淑妃在皇后娘娘面前非礼, 妾却不能不知礼也。 一句文雅清冷的话, 竟是这样的有礼有利, 无形中又回敬了淑妃先说的野鸡的辱骂, 让淑妃一愣竟无话可答, 惹得王皇后娇笑不止, 萧淑妃没讨到半点便宜, 兴兴而去。 萧淑妃回去之后并没有善罢甘休, 有一天皇上下朝回嫁, 呼听楼边亭械里传出娇嫩清脆的一声, 父皇。 一看是五岁的长女易阳公主, 就叫停嫁, 独步过去。 易阳向父皇跪下行礼壁, 就一下扑到父皇的怀抱。 这个女儿聪颖可爱, 高宗搂住女儿百般心腻, 这时易阳公主问道, 父皇怎么不来看我们呀, 母妃整日思念着父皇呢? 高宗道, 好女儿, 带父皇去见你母亲。 说着急来到淑妃的宫中, 萧淑妃不理不睬, 泪流满面。 高宗问道, 淑妃为何这般哭泣呀? 萧淑妃怒气冲冲的说, 皇后纵如那个五妹娘辱骂臣妾, 说臣妾是禽兽。 高宗道, 不会吧, 五妹娘宫人有礼, 皇后屡次说她贤德呢。 萧淑妃本想高宗为她出一口气, 不想高宗反称赞五妹娘, 顿时是度火中烧, 更加娇哭起来。 哪里来的野尼姑还配亲近皇上, 在宫中求宠, 辱墨亵渎圣体? 高宗啊, 是最怕别人接这个眼丝的, 因此当她听到萧淑妃 这么一说, 不免愤怒, 拂袖而去, 丢下萧淑妃在那里自哭自闹。 回到正宫之后, 高宗又听王皇后, 添油加醋的一番说辞, 更佩服五妹娘十大体, 也就更加厌恶起萧淑妃来。